二百余位岳飞后裔共聚杭州公纪岳武穆王诞辰915周年。 中新网杭州3月31日殿方坤, 前臣飞31日,岳飞诞辰915周年, 既第五届岳飞文化节, 在浙江杭州西子湖畔的岳王庙举行二百余位来自中国各地的岳飞后裔, 文化研究者向岳王墓敬酒, 祭拜庄严公纪英雄岳飞,岳飞作为南宋抗金名将, 是中国历史上昭明君世家,战略家征战无数1142年1月27日岳飞被秦桧陷害。 狱独奎顺背负其遗体,逃出临安城至九区从此葬池于北山后送孝宗时岳飞, 冤逾被平反改葬于西湖判七侠岭追树五幕后,又追使中五封沃王土, 为岳飞后裔代表宋独济闻现场。 前陈飞,设在庄严雅境的氛围中祭祀仪式证, 是开始身着戎装的。 岳家军,枪击在握, 英起逼人战鼓雷声中在线赫赫雄子,百年不衰的岳家全。 一顿一措,一纲一揉在岳飞第31代孙,中国,岳家全, 飞移传承人岳进的现场演义奸进, 显英雄气概随后,伴着阵阵古岳身批, 京中报国,红丝带的岳飞后裔, 每一张纪文,树碑薄酒敬献岳武目王绕目镜扫, 姚帝埃思念想民族英雄的爱国信仰, 其中有雅雅轩语的孩子义气风发的青年也不乏白发苍苍的冒蝶老人。 除了岳飞后裔绕目镜扫现场,方坤, 是,我从小就生活在岳庙里, 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很有感情, 谈起祖先岳飞浙江杭州岳飞后裔宗亲会副会长, 岳飞第三时时孙岳文虎非常激动, 岳飞的精神影响着后辈子孙的成长从岳飞身上, 我们学到做人要大气,要爱国, 我们要一直将岳飞精神传承下去,不仅如此。 现场记者还看到了不少从深圳、福建、 河北等爱省赶来的岳飞后裔们来自黑龙江的岳飞后裔岳长海, 坦言作为岳甲,后人不管多远都是要来的, 每年来看一看祖先岳飞学习其精中报国, 无私奉献的精神这不仅影响着我自己的为人处事, 我也会以此来教育孩子。 岳长海诸事说图为岳飞后裔祭拜现场, 方坤是岳飞第三时代孙, 涉江省城市科学研究会岳妙文化研究会会长岳崇文, 也将传承岳飞精神视为己任。